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thank you 谢谢你邀请我到你的节目来 James,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已经以这种Zoom的形式进行节目了 那我们不如再聊聊我们的老朋友 就是Elon Musk 他的公司Tesla 他最近虽然是我们正处于一个pandemic的状态 但他最近的新闻真的很多 除了之前成功的launch 是一个最 the first in mankind history 第一个commercial的rocket into space 然后另外就是 他最近的 虽然 despite being a pandemic 但他最近的Tesla的销售非常的好 for this standard 就是说 在这个第二季度2020年 we are having a very bad year 但在第二季度 他居然还可以deliver 9万多辆 对 Tesla 他是怎么样做到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第一季度也有8万多 It's like crazy 其实他就是我们现代的那个钢铁人 这位先生真的我们要很佩服他 第一个已经用民用的火箭 第一次人类第一次 最便宜的方式把人送进太空 到太空station去 那以后呢 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要去一趟space 可能是可以负的起龙 所以想要照他再这样子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都可以住到那个火星上面去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Elon Musk他最出名的其实是他的Tesla 他的Tesla公司 Tesla公司的股票也是冲得一塌糊涂 今天早上好像在1400块钱左右还是多少 反正这些好消息原因都来自于 他在最近这一个quarter 一个quarter里面deliver了9万台车子 我们现在是pandemic 是灾情很严重的时候 他这小时还是硬跟加州的州长杠上说 我就是要提早开工 因为我有很多人要我车子 我要继续做 所以呢他还那个警告那个加州州长 你不知道让我开工我就搬到德州去 可是德州现在的疫情也没比我们好 越来越糟糕 重点是一个quarter三个月做9万台车子 一个月做3万台车子 在这个瘟疫疫情的情况下 他的工厂应该是非常现代化 非常现代化 所以他有机器人这些在帮他做车子 而且他们在project说他今年应该要做50万台 那好像是他们的购物 50万台 而且伊朗马斯就说他们已经是可以表现给大家 看说他们有这个生产能力 而且在下半年应该公司就可以开始打平 这为什么他的股价大涨 因为其实一个公司讲能够开始打平的话 你那个你就不用担心他会一直赔钱吃血到时候倒掉 OK 所以在这重大疫情的所有的消息下 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大家都看好 这小子不只把人类送到外太空去 还能够在疫情的时候把车子都做出来 所以他的股 大家就蒙买他的股票 他股票就涨了 是我们心目中的现代钢铁人 的确你刚才提到其实就是他也不在乎这个工厂 可能是partially shut down 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些生产线应该都是fully autonomous的 基本上不大需要很多人在这个工厂里上班 基本上都是机器人解决所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会有一些人去做一些quality inspection quality control的东西 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他居然还可以推出 就是我们知道他第一辆推出的就是model S 到现在已经upgrade了很多代 然后最近的消息就是说他这个model S 是EPA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这个 这个rating可以做到是第一辆电动车可以做到400个mile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而且是production car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佩服的 然后你怎么样看到这个消息呢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 Seven你有only一台Tesla 然后我相信最担导你的就是说有时候开远途的时候 你要决定中途要在哪里停下去停下来去加充电 不然可能车子就卡在那边 400mile这个是一个里程 因为400mile几乎已经可以开始跟汽车 那个加油的汽车去比美了 400mile应该是可以开到那个Las Vegas去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到这个里程之后 大家就不会想说我买电动车会不会很麻烦 等一下我开到某个地方我要先停下来 等30分钟一个小时充电再继续开 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烦恼 那他特别去跟那个民众讲说我的车子已经可以坐到400了 就是说你来买我的车子 你不用担心要经常去充电 这样子 这是第一点 那我记得他好像更绝的一招是他减价了 他现在是产能起来 可是他还有很多他需要生产 他竟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他开始减价 他真的要想要开始去抢 这个Toyota Honda 他们的车车市场 而且你提到Toyota的确是这样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把Toyota打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第一名的最profitable的 这个car manufacturer company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 你刚才提到也是就是说他这个 你相当于我们现在做出一辆Model S可以走400的 其实你仔细想想以前如果我们有其他的Model Model X Model 3 包括现在的Model Y 其实如果是说我们从洛杉矶开到Las Vegas 中途是一定要冲一次至少要冲一次电的 还没有包括可能要有打开空调的状况下来 Turn on your AC 可能你还要停下来上个厕所 and then restart the car again So on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如果你要是控制的行动 可以从家一直开到Vegas是不用充电的 然后可能到了Vegas酒店的楼下才可以充电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方便非常方便的一个 接下来他一旦这个技术成熟了以后 可以做更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Model 你可以想想将来的automotive的industries 多可怕都会被flooded by Tesla 的车 全是Tesla的车 每人手一辆 这样我觉得其他的传统形式的这个器物 所的manufacturer需要非常pay attention to this 非常对 而且现在开始变得affordable 我记得Model S的starting price 它减掉5000 所以现在变成7万9 已经降低到7万这边的range 然后Model 3好像降了3000多 3000块钱到3万多而已 3万多一点点的range 所以要来抢一抢汽车的市场 你觉得他现在的这个产能非常的产量 非常的大 包括他现在又开始 因为传统形式下一个business 任何一个business 你如果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你甚至比如你现在买一辆Model 3 Model Y 都要等个一个月以上的话 照理来说作为一个老板 我不会去减价的对吧 照理说你现在不应该减价 你应该赚的时候就赚了 然后可是他现在每辆车都在减价 你觉得他的心态是什么 包括或者说这个长远来讲 会不会对company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觉得他的心态就就跟他把人送到外太空的心态也是差不多的 他要去做那个不可思议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其实就是他一减价可能更多人买 那他就逼着他产能必须增加 那我知道他在中国也有设厂啦 这些所以他已经打算就是要大量生产 大量去进攻汽车的市场 让以后可能电动车的市场就是他唯一独秀 然后进而去取代Toyota啦 你说Honda啦Mercedi啦 去抢他们的market share过来 因为终究来讲他以整个汽车市场来讲 他还是算一个很小的公司 全世界起来 所以他有很多争议可以讲 没错 可是我们也看到但是目前市场上market上一个比较成熟 大家好像满街都是都在开都在用的人 好像就只有他一个 除了那我们知道这个Toyota的Prius不算 因为它是个油电混合的 如果纯电的车好像就只有他一台 我们知道这个保时街最近也推出了一款新的很高科技的车 叫Tayken 但是那辆车要10万块以上 所以也不是说很亲密的一个价格 基本上它是用来跟Model S、Model X去compete的 所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 其他的manufacturer还有一段路才能追得上这个Elon Musk 而且做电动车是有很多know-how的 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 别的车子 你光是看Tesla花了多少时间才把他的车子做这么完美 你今天说保时捷 他那台10万块钱的车也相当的要花一段时间才会把里面的一些问题给修正好 所以现在Tesla是遥遥领先 但是我记得工资 所以到底这个其他的company能不能追上我们的现代 把Tony Star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拭目以待 来跟你讲个玩笑 当他把太空轮送到太空之后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以后我们买Tesla就可以直接飞到月球去 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将来已经不能拿这个东西开玩笑了 已经是时间问题 他真的会做这些事情 好 让我们愿意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告诉您 好 各位啊 欢迎回来到我们天天话题的节目现场 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James继续做广告 James 欢迎回来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Elon Musk的Tesla 就是他在这个一个非常糟糕的pandemic和一个种social issue的情况下 居然他可以做到在第二个quarter 9万多台车子 在工厂partially这个部分的关闭的情况下 还可以继续开工 然后继续提供刚才这么多台的车子给Consumer 而且供不应求 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就要还会减价 然后让更多人去买他的车子 其实真的不得不佩服 好像在我印象中 我都没有看到Tesla做很多的ivertising 因为我印象中我在去买我那辆车子的时候 老实说他的sales也没有trying to do too much 去convince你去convince我去买这辆车子 反而是个个都好像很厉害 很不可一世说 那家你爱买不买的无所谓 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觉得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其实Tesla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行销公司 它行销的方式不是说要做广告给你看 你在电视上Superfall commercial 它最厉害就是他的老板Elon Musk刚才讲 你看嘛 光是最近把太空人以Spaceback送进到月球的时候 Tesla的股票也大涨 那个是不一样的公司 可是关他什么事 就是他一样大涨 那Elon Musk其实只要做一些事情就是广告 而且是免费的广告 非常有效的广告 你记得有一次他不是把他的车子 红色的车子放一个太空人 用SpaceX送进去到太空去吗 也没有花一毛广告钱 没有 全世界都在报导他做了这件事情 免费的 所以我跟你讲 他是实际上最厉害的广告人 他知道怎么去去利用媒体增加 那个excitement 那个hype 所以根本不需要花广告费 那这么说的话 其实这样的老板 这样的公司带到你们这里 其实还蛮头疼的 你们作为online advertising firm 你遇到这样的客户真的很头疼 他叫你们免费帮他做报导做广告 然后你们会到找 你们会求着他给他做广告 是 让我去报导 这才叫做厉害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钢铁侠 不需要付广告 提到广告 我们都知道最近在美国有很多所谓的这种social injustice 这种民权的公平的活动 然后包括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很多一些大的major的美国的company 就是像什么 Starbucks Walmart 或者是Cocacola 他们都停止在任何形式上的platform 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开始做cut down their advertising 从我的理解认知呢 就发现就是他们不想传达一些好像image 就是说这些广告traditionally在传统可能在十几年前都是一些 被一些白人的这个演员去诠释的 不想让他们deliver 就相信现在的message就是说不想deliver the hate message We want to stop the hate message 在你看来做一个advertising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就是说我如果现在开始我做一个 尤其是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rely on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business 我要宣传我的产品 我要怎么样要注意这个racial injustice 包括我要怎么样更有效的把我的产品 去deliver to the right audience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最近刚经历了这个George Florid的事件 这个racial inequality 现在呢我们世界的趋势呢 是大家非常注重diversity equality这个东西 所以商家们在做广告的时候 要特别去考虑到这一点 那个敏感地带 尤其你说对黑人不公平啊 对种族不公平的自语啊 或是题材啊都要避免使用 我们在美国最近看到好多statues都被拉下来 因为他们在以前的时候是赞成奴隶制度的那些什么general 那些statues都被拉下来 那在我们未来的时代 大家就说你自己在做广告的时候 不管在social media在facebook或是instagram 或是在youtube上面的时候 你做的广告的题材 题目内容一定要注重去diversify 所谓的diversify就是多种族化 最好有黑人啊 亚洲人啊 白人啊 墨西哥人啊 是一个大龙奴的一个感觉 去跟你的客户去做行销这样子 不然的话很可能你的广告会被反驳 或是被攻击 的确是我觉得以前在 不管是online 或者电视上电影上看到一些广告 不管是在卖任何东西 尤其是一些越大的这个brand 他们的predominantly的这个所谓去portray 他们广告的这个角色 都是一些像白人的一些的 好看的白人 pretty you know good looking white people 所以当一直到最近吧 开始有一些很大的front 像Nike啊什么公司 他们都开始你会看到很多不同族裔的这个 不管是网红也好还是professional actor也好 他们都在网上去包括不同族裔的这个可能是不同国家的这些customer 他们都会去网上给他们做宣传 在您看来我觉得 觉得是是不是这是已经 一个traditional retail的一个转变的 就是说我们开始要 虽然以前一直也应该是这样 但是现在终于到了一个tipping point 没有错 我觉得George Floyd 是一个tipping point的point ok 我前几天看到一天报导 他在调查美国的人口 那很有趣的 可能你说十二十年前 在美国是白人居多 可是呢他们预估到2025年的时候 其实你说居多的人数将会是少数民族 我所谓少数民族就是亚洲人加上墨西哥人加上黑人 加上各个是全世界来的不一样种族的人 会比美国的白人还多 可能五十一五十二个percent 所以趋势上本来就已经说 我们已经美国本来就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很大的大龙奴 是一个世界家族 那当我们前一阵子还看到George Floyd这样子被警察欺负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说看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啊 那有一天变成我们这样被欺负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那商家一样回到这一点就是说这是必须必定的趋势 在未来的十年 美国会更多的外地来的更多的世界家庭 所以你今天在做广告或是你用的什么言语菜单或什么 应该要是有相容性的多种民族的相容性 是 你刚才提到做广告啊 让我突然想起就是说以后 不管是广告的Industry Advertising industry 都在转变 其实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以前那种去商店去mall 去department store里逛街 看到广告的这个宣传 或者比如说看到一个促销的牌子上面写的大促销75 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traditional way of consumerism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ecosystem已经很远的 我们已经的新的一个正常模式应该是tours online shopping online advertising 这样我也想到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新的company 我们知道你也看Netflix我也看Netflix 最近有一个新的company叫做QB 我相信很多这个观众可能都不知道QB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的模式很特别 它is like streaming platform 但是而且是像Netflix一样的streaming platform 但是有别于Netflix不同呢 就它每一集的电视剧的集数 的时间呢 只有大概十分钟 而且它是非常的encourage你去看它的节目是用这样的手 就是拿个手机这样去看 就是竖着看 而不是说横过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interesting一个business module 就是我知道这个QB的创始人是一个是来自HP 以前的HP的engineer HP电脑的engineer 就他们发现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他们的attention span很短 包括他们的attention这个format很fixed 就是说我已经不想把手机横过来 而且我是想知道以后我自己也是 我没有那个时间再把手机横过来再看一个节目 我很不喜欢一个video和advertising 本跟我说你要记得把手机横过来 我觉得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要播一个广告或一个show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可以这样 我就可以观看整个节目 然后意识在这样一个format下 它的整个节目也是10分钟而已 不超过10分钟 然后它一下子推出个十几集 这样整个好像电影一样 但它切成十几集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这样你整个数一下子就看完了 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去看到这个business module 在这个business module的情况下 将来不管是entertainment industry 还是advertisement industry 是不是都要往这个方向靠了 你知道它在reflect 反映我们人类怎么在变化当中 因为很多的科技的产品 或是你说网站的繁生 是因为我们的现在有的需求 而去繁生出来的 那我举个例子 Netflix为什么会这么火红 Netflix很多年前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不看好它 可是后来它发现我们大家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晚上8点 要回到家里等着你的节目出来 然后要再去看广告这个东西 所以Netflix就延伸出来 就说OK你想要什么时候看那个节目 你自己去选 然后我就直接stream给你 可是现在你说Cupid Cupid又反映了我们现在人的一个 更interesting的一个方向就是说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 我们连看两个小时的电影 在Netflix上面都没有 我只能有十分钟 可能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在等那个restaurant 在等waiting in line 我想要看一个小小的节目 可是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它会不会风行起来 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十分钟的一个秀是不错 是只有十分钟而已 你可以看好多集 问题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个人 我还是有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先可以坐下来 真的要好好欣赏一个电影的时候 回去这么做 那话讲回来也许我是错的 有一天这个Cupid真的是风行下来 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看长电影 那广告商相对的就是说 他需要学习到什么 就是说你的广告必须更短 可能只有15秒到30秒 人家一个影片才十分钟 你不可以占掉太多广告的时间 只能short 10秒钟的广告或15秒的话 30秒钟 去capture people 那个你顾客的attention 嗯哼 你说到attention 就是capture audience attention 我觉得非常interesting 一个topic 在节目最后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他的这个show 很聪明的一点 这可能也是将来是他的好处 也可能是坏处 也可能是他的不能风行起来的一个downfall 也有可能是一个uprise 就是说他每一集的节目到最后 他故意要切成10分钟的时候 他每一到他可能快结束的时候 都是一个clip hanger 就是一个掉你胃口的一个clip hanger 至于你很想要去看下一个10分钟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一变成说 我一下子把整个show就都看了 那这样一来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smart 也可能是一个非常stupid的一个business module 因为我觉得到底能不能做 反正我看了他一个show 叫做The Most Dangerous Game 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他的优点优势在那里 就是说他每一集的节目都是一个clip hanger 那你很快想要jump到下一集 而不是说好吧 10分钟看完了 好像也没有继续下 后面要讲什么我也不在乎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这个entertainment的这个company 和advertising company 需要pay attention的地方 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非常非常 广告就更不用说了 可能就像你说的10秒20秒 的时间内要抓住你的audience的tension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以后要做广告 你真的要做成像superbowl commercial那种30秒 可是很精彩的这样子广告 才会吸引到了 超过30秒大家就可能 那个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有时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30秒的superbowl commercial cost you a fortune That's right 一个天文数字的价格 然后只有30秒 但是这30秒的确work 的确可以做到你的广告的效应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非常感谢今天来了今天节目这里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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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